近日,金氏资本掌门人金洪伟去世,留下一万资产 你费钱都没留给我们 各位,金氏先生的遗嘱就是这样写的 哥,黄轩,这么多遗产几倍的也花不完啊 我们这么多亲戚是不是也应该分点啊 不好意思各位,遗嘱就是这样写的 欢欢,干妈回家 不行 哎哎,拿着呢 怎么,明强啊 黄轩,你别太过分了 我爸留了这么多财商店,你分给他们家怎么了 你也太自私了 我爸怎么娶你这么多财的女人 哎,还是我们欢欢懂事啊,黄轩 现在我二哥死了,把钱都留给你 得够你养多小胖脸 三叔,你说话自重啊 你养了八方姨太太,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我他妈娶多老婆用你管 我实话告诉你啊,今儿你要不给钱,你不想走 你逼我,我老公都死了,我还怕你们不成 行,你给我玩命是不是啊 我看你不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吧 嗯 你快给他吧,你是度不过三叔的 让开 让开 黄轩 你可别怪我心狠手了 走哪里 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楼盘,你有时间 行情的搜尾沙子不好啊,没行情 哎 秘书,先把黄轩送回去 小心 哪个傻子会老子偷吃 夫人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看你疼什么 那怎么办,我带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没事没事 秘书 这踏里有十万块钱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这都是小事 我磕磕磕磕磕皮操肉习惯了 倒是你,以后办法就小心点了 夫人 夫人 啊 我刚才看见那辆照射车 有点眼熟 哼 我继承了这么多遗产 他们肯定坐不住了 要不 我给你安排两个保镖吧 不必了 保镖的人选我已经选好了 他的资料 全部给我找出来 我要他给我做贴身保镖 保护我的安全 是你呀 你平常就是这么坦诚的接待客人的呀 那个,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夫人 行啦 要不是什么大姑娘 有什么不好意思 你不要我的钱 我就用另外一种的去报答你 哎哎哎哎,夫人 这样不好 行啦 坐下吧 我帮你涂一样 叫什么呀 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在干什么呢 行了 站起来试试 哎,你还比如说真的挺舒服啊 还没完呢 哎,等一下啊 不是,哎,你怎么来了 怎么这么半年开门呀 你都敲了我几个月房租了 你是抢随大街上吗 不是,阿姨 你这样 你再给我两时间 三天 三天就三天,行不行 三天,你个香巴佬 你真糊弄我这个阿姨是不是啊 你没钱租什么房租 不是,阿姨 最后三天 真的,三天以后我肯定给你,行不行 不行 今天必须给 今天要么给房租 要么你给我滚 他欠你多少钱 我来给他 哎呦嘞 这屋里还藏个人呢 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 我叫黄轩 是他的朋友 朋友 还光了身子 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不是阿姨,你别误会 他这,这 你是要帮他交房租是吧 一共八家 给吧 这开了有二十万 拿去花 真的假的,二十万 要不要 要要要要要 我们李向阳能住你们家房子 是你的福气 对对对 你说对 你们继续啊 哎对了 小伙子 刚来隔壁啊 那里一堆啊 跟我要一家 剩一个暂时给你呢 不是不是阿姨 你这个干嘛 行行行行 好好好 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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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害什么羞啊 搞都搞了 不好意思啊,我有钱 上,看一下我 不过我那个钱肯定能还上的 你能还得上吗 这个是你的记账本吧 有 钱不少呢 你放心 我有工作我肯定能还上 我这儿有个工作 你要不要试一下 不用了,我有工作 我一定能还上的 就你那一个月 两三千的工资 你不是退伍兵吗 你的退休金呢 女朋友呢 我被骗了 那女朋友骗了 我给你要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看你身手也不错 人品也不错 就做我的贴身保镖 怎么样 我行吧 我 相信我的眼光 我一个月给你五万块钱 表现好了 还有奖金 不不不太多了 太多了不行 行了 换衣服跟我走 去哪了 做我的保镖 当然去我家呀 你不是有钱女友吗 都没见过一样 我 你还想用 就拿着 出病的事情还没有注意 出病 我丈夫三天前去世了 这么年轻就变成寡妇了 你说什么 不好意思啊 那个 我说错话了 出发吧 哇 你家真大呀 这个多有钱啊 我要是能住上一间 我这辈也都吃了 有的是机会 给我拿双拖鞋 来来来 给我穿上 我给你穿拖鞋啊 怎么了 你不会啊 你要不会呢 我可以教你啊 你把这个扣子解开 不是啊 你来朝我当保镖 贴身保镖啊 作为我的贴身保镖 你不得什么都干吗 我可是贴身保镖 你要我给你穿拖鞋 哎呦 第一天上班就不听话 我会扣工资的哦 好 我穿 她的腿 好细啊 好了 换好了 行了 在这儿等着吧 这钱不好赚啊 这脸庞好像在哪儿见过 但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不是 不是你干嘛呀 你怎么睡这儿了 我昨天太困了 所以我就睡了 那我给你记一下喽 行 这房间怎么这么热啊 那不是空调打开了吗 啊 那走吧 干嘛去啊 睡觉啊 不是你又 想什么呢 你晚上不睡觉啊 哦 哥 哥睡哥的呀 你以为呢 而且我晚上会查岗啊 不要把你那些猫猫狗狗的带回来 尤其是你那个前女友 我都说了 你买这么多衣服 真的没有任 你买这么多东西 真的都浪费了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 你现在是我的人 如果你出门丢了脸 这个都是我的脸 嗯 那 谢谢夫人 你看 人靠一双马康安 这一双不挺帅的吗 夫人你对我太好了 我这 那 将心比心 以后 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一定要义无反顾的保护我 好吗 放心吧夫人 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那 那我先去了 快去吧 嗯 李小平 想什么呢 那可是夫人 是你的孩子 能碰到 你干嘛呢 不去试啊 哎哎好 好 我要保护好欢欢 你要活下去 全靠你了 希望我的选择是对的 夫人您心情不好吗 有吗 那我多看看你 一些钱就好了 嗯 年轻男人身不和身材 就是个好事 别 别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黄轩 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拿我爸的钱 给他买房也就算了 你还把这个野男人带回家 你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是没有男人活不了啊 妈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是你让我待在家里吗 怎么 你喜欢让我 看见你跟野男人偷情是吗 欢欢 外面不安全 你等我把外面的事情解决了 再好好事与玩好不好 不安全 我看是你不安全吧 什么人都往家里带 你误会了 它是我请的保镖 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向阳 今天起 你 你就是我的保镖了 不行 我只能是夫人的保镖 欢欢 她是我的保镖 我不管 我就要她 欢欢 我已经给你请了保镖了 这个她是 什么 急了是吧 还说她不是你的野男人 你要是不给我的话 我知道我才抢过来 向阳 我现在真的需要你的帮忙 你会好好保护我的对吗 对 你现在去换衣服 跟我去趟公司 好 不过有种会要开 你去休息室等吧 好的夫人 黄轩 你怎么才来呀 我们可是等你好久了呀 二姐 今天临时召开股东大会 你想干什么呀 你刚刚继承了你老公金鸿伟好几亿的资产 和她名下所有的房产和股票 怎么了 我是她的合法妻子 我继承她的遗产不是应该的吗 这是我们金家 你一个外星人敢拿我们金家这么多钱 金家 虽然我不姓金 但是我嫁到了金家 我现在老公死了 怎么 你还想把我赶出去不成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你一个富到人家 怎么能管好这么大的公司 和这么大的产业呢 公司交出来 你什么都不用管 只等了年底分红就可以了 你要是不交 吃点苦头也是难免的了 听她说 你找了个小白脸保镖啊 你说我二哥尸骨未寒 你这么做合适吗 你